大家好 我是天狼 那么当我们春天开心心的咔着花 然后很爽的咔嚓完 长出来了新芽之后就不开心了 因为这新芽就会变成五颜六色的 而且还是分贫重的 那么出现了这种情况呢 其实 明眼一看就知道缺素了嘛 苗长得也不壮了 但是呢老叶子还都很健康的 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啥原因呢 那么原因肯定跟我们修剪有关 那到底是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修剪之后会这样的 我们需要怎么去规避这个问题 说起来时间比较长 所以大家可以 仔细听一听啊 首先品种原因你会发现啊 就是它这个植株 分支性不是特别好 就是这个花卸了花可能干嘛在上面 没有卸牙长出来的这样品种 尤其明显 第二个 很小的 尤其明显 比如说它这个 这我同学养的 2.5 尤其明显 第三个 剪得很的 尤其明显 拿这一盆为例啊 这花去看看 蛋的显像得到 刚开始的时候很壮 那么现在 不壮了 然后呢 我们的同事养的 应该 焦肥啥的不是啥问题 它也不缺这个点肥啊 但是我们打开来看 这个根系你看 这根烂了 确实 然后这个你看上面已经长这么大了 说明它已经剪完得有十来天了 十来天了之后我们会发现 原本的根系是相当发达的 但是你看现在白根才刚刚发出来 它在什么时候能恢复呢 当我如果不处理的话 只有这个白根变多了 它焦肥跟上了 它还能恢复过来 否则的话就一直这个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之后呢 它就是开花颜色也不正常 蜘蛛长的也弱 病虫就来了 这边已经这样了 那我们要处理的就是叶片补铁 因为根我们看了都黑了 烂了 没有用了 那这个时候只有叶片补充了 才立干净 你往处理胶 纯粹是给这些根增加负担 而且 给了肥料是什么养料 让这些根系加速腐烂 腐烂就会发热 那新根就更不爱发了 那这个时候与其 这样你还不如给它停肥 就是这时候 因为根没有多少吸收障碍 就是你停了肥了不影响它发新根 当新根发出来了你再教 当然一般我花友不好判断 所以说你不好判断的话 你这个时候可以 降低肥料浓度 增加叶片喷湿的频率 叶片你可以三天打一次 铁肥 一般正常的铁肥 我们打个3000倍5000倍都管用的 不用那么浓 容易烧叶子 像它这个已经严重了 其实 刚发这么大一点点就能看出来 叶片颜色不正常的时候就打 越早打 效果越好 那我们小哥这个拿回去就得赶紧打 我现在换盆可以吗 换盆 是在你修剪之前换盆 而不是现在换盆 你现在也要换盆 但是现在换盆 是解决后面的问题 而不是解决当下问题 想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做 几手准备 第一个 我们修剪的时候 春天花后修剪 不要修剪太狠 当然了如果有几根墙绳上来 我们可以把墙绳剪得狠一点 因为墙绳上面都是花叶子比较少 反而下面当囊在下面那个细弱枝 你可以留着 等它新长出来的这个叶全部都正常了 你看没有黄叶的时候 再给它剪掉 我们可以分两步修剪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必须要剪 不剪它重新太乱了 太臭了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剪之前 单独补两次铁肥 剪之前一个礼拜给两次铁肥 一天打盆里灌 让它 储备充足 然后你储备的什么 所谓的什么 氨基酸 腐质酸 然后又是这些云苔素内脂 这个时候就是它发挥作用的时候 胶也好 叶片喷也好 喷上两三天 当它发力的时候 咔剪掉 剪掉再给一给 因为能够起到一定的 提升植株的 自身的抵抗力 使得它根系不至于受损的那么严重 从而缓解了 它 这样的一个现象 归根结底还是根系的问题 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水的问题 当你剪完 你剪得太狠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 你浇的肥料浓度太高了 加速 它的负担 如果你给水给的太勤快了 加速它根系的 负担 发生这个时候我适当的空空水 叫它一片老一老 然后叫根系 盆土更透气一点 更有利于新根抛出来 当新根出来了 问题就解决了 还有一个就是 千万不要用小盆 小盆是很糟糕的 我们小哥这个就是因为盆小 那么最近我们的街道很多花 反馈来的售后 都是因为没有换盆导致的 因为盆小 它就 保存的养分就少 然后它吸收就更容易存在账 还有一个盆小 太阳一晒就烫了 升温很快 导致了 贴到花盆表面这些根系 受损严重 那么 我是天狼 下次修剪前注意 不光是春天花肉修剪 六月份 七月份 八月份 九月份 通通都适用的 当天冷了 凉了 问题就不大了 因为 代谢的速度没那么快了 它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好 好 下回再来注意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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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